加息或者对市场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大家都有一个预期的 但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就是大家现在在估计或者预示 你觉得是会 会不会在高位横行直至落实加息呢 还是说开始加息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继续在高位 会去到比如说加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呢 时间点方面你怎么判断呢 如果你说加息就是假息这个因素 对于股市的影响通常是怎样 通常都是说讨论加息的时间才跌得最厉害的 当然是说实际进行加息的时间 你参考上次在COVID-19出现前 美国在2015年开始部署退市 接着真的退完整个QE 慢慢加到利率上去3厘左右的位置 那些水平的时候 其实在加息的步伐那段时间 股市和债市都是一齐性的 就是说这个问题 因为加息 为什么加息 主要原因是真的有个通胀状况在 那为什么有个通胀状况会导致什么 有个实际负利率的风险呢 意味着什么 当你不投资的时候 你的钱放在那里就会输的了 所以就会推到股市不断地向上 但是问题就是当股市推得过高一段时间 而与此同时 因为特别说之前在过去两年 联储局行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实际负利率很大 所以资金就不断冲入股市 导致有个比较高的估值水平 所以你说如果只是纯粹因为加息这个因素 就不会导致美股 譬如S&P 你看图很明显一个上升趋势 但是问题是如果画一条上升柜 在大约4000点左右的位置 你不会穿这些位置 如果只是因为加息这个因素 不会导致整个星势打破 但是当升得急的时候 做一个调整 这个又理所当然 首先第一件事我觉得投资者要留意 美股上年不是一个最强的地方股市 有很多地方的整体股市 整体表现上都比美股强 刚刚在图表上说法国股市 都做得比较好 一个原因就是环球的央行 都是行一些宽松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还是不断地每年印钱的 未来我相信今年2022年 他们都会继续印钱 所以现在其实环球股市的流动性都是充裕 未来收税等等 这些只是一个借口 令到高位可以稍作调整 但是记住刚刚就是说 因为加息这件事 如果你说加息以外 有些相关其他的负面因素出现的话 那就两个世界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 你今年留意美股 其中一样值得留意的焦点 就是说是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只会令到短线 可能做一个调整 一个吸纳机会 当消化了都很肯定地加息 而股市又做过调整的时候 那便自然 所以如果你分析加息一样的短线 你不会希望有很深的调整 纯粹近期创了52周高位 可能回到3-4%左右 可能S&P走到去 我真的不知道几点 但可能大概4,500个位置 然后又再升上去 你不出奇 但是如果未来是Omicron 就是说疫情上面 这些X元有些新的变动在这里 因为其实2022年的剧本 即是现在市场的剧本 就是预计了2022年整个疫情 是淡化的 是 就不需要再说这么关注 那些东西慢慢好转回 去到这一刻都仍然在 但是这次Omicron 下次不知道有什么新的变中 令到市场又在这方面的看法有些转变 整件事就不同了 所以暂时来说 你在没有其他新的负面因素出来的情况下 环球股市 最多都是各位调整 调整完之后 逢低级纳没问题的 但是你预计了的升幅 没有之前那么多 但是如果在这个调整过程上 突然间有些新的负面因素出来 譬如 美国的经济数据不行 刚刚说 你未来不会再好像 以我那个剧本 那些经济数据差 央行就放税收税 不会加息加快 那就不可以再用这些因素这样炒上去 因为其实你目前美股有一个很高的估值水平 高估值不是聚 高估值你也有机会升上去 但是带前提就是说 整个经济增长动力却 是摘取到高估值的状况 所以你未来可能另外就是关注一些经济数据 如果经济数据突然间转叉 看到经济失去增长动力 或者环球的贸易关系又转叉 那这些就会形成了股市调整的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只看加息那样东西 又不需要那么害怕 但是加息意外的负面因素 我就判断不了 所以我想健步行步 其实在这些市况上 因为有很多变数 由整个COVID-19疫情开始之后 科幣政策的来临 都是因为COVID-19的 这些全部都是短线因素变化 中长之外 这两年不适合 那些东西就拔在此 虽然是美股 有一个很强劲的表现 但是其实如果看回2021年 每个股 美股都不是百花齐房 很多股份都是跑输 或者你未必紧续到S&P的整体表现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专心炒 你总会找到一些主题 但是你说如果你是佛系投资的话 我想从注码上控制风险 如果到这一刻是安全的 但是未来有什么因素上 记住在经济增长动力 开始有变数的话 到时候就要小心了